有酒电竞12月28日训 28日下午 RNG六周年庆典正式起幕 在经过RNG众多分部选手 一一亮相之后 现场响起了低沉伤感的背景音乐 上班选手姿态登场 以低沉的语气宣布 自己将在这个舞台结束自己的职业生涯 自此LPL003号选手姿态 正是退役伴随着伤感的BGM姿态 缓缓地到处心里化 对我来说 整个2018年是充满酸甜苦辣的一年 但无论那种滋味 都是我人生中最宝贵的经历 英雄联盟和LPL 见证了我的成长和改变 可能这个舞台 再也不能把聚光灯聚焦于我 但我庆幸 我在这里留下了自己的名字 在台上姿态几度气不成声 台下无数粉丝纷纷大喊姿态加油 这个乐观开朗的男孩 也几度哽咽落泪不止 最后 他向RNG的所有队友 以及曾经的老对手老朋友们 说出了自己的际遇 有些故事还没讲完 那就算了吧 他对LT说 群泽要对自己多自信 一点这样 才能变得更厉害 对Kalse说 不要那么爱哭了厉害的男人 不能随便流眼泪 对MLXG说 你要继续保持满酸的性格 这样能带来更多的激情 与动力对抖和说 答应我做发型去贵脸的地方 实在不行 我给你买单对Luzia说 剪字豪有空多锻炼锻炼身体 下次变成150斤的满天飞鱼吧 对琪琪说 要赶紧成长起来 成为一个真正的男子汉对命 说这一年辛苦你了 你在我心目中 就是最可爱最完美的辅助选手 而对于在意或会意的老队友 姿态说道 一定要好好努力 不要给自己留遗憾 以后常联系 最后他常叹一声很高兴 重新认识大家大家好 我叫刘志豪 RPL的003号选手 我们熟悉的姿态 正是退役台下的粉丝 早已哭声一片 而在RNG的官方直播间 弹幕已经被水友们的祝福铺满